去跟Jungle的剩起來 血量是偏低的 唉唷 被吵出來的 雷歐娜吃三下 這太痛啦 吃三下以後這個進攻看起來 甚至拿到絕對的優勢 這樣 家文待會 像現在他現在走來下路的時候就危險喔 不過肥愛這邊應該會有一些警覺吧 不對 他想要再做中路Gang 因為閃線已經交掉了 球尼閃線已經交掉了 還走那麼前面 真的是幸好你沒有被擊飛 但我覺得你還是 Fush the blood 紅bub燒死了最後一下 不是點燃燒的最後一下 剛剛九筒那個閃滾好像沒有成功 這兩邊兩個CC都沒有打到 他們是一拳一拳把對方打到死的 對 這邊看起來 問號 看起來這場就又問號了 其實你就是手有點 沒有那麼小心啊 有點太過到盡想要去多吃兩隻兵 但其實對面是九筒 而且家文才剛離開你的線上兩秒的時候 你就想要再多吃一隻兵有點太不小心了 除非你是真的很相信他是一個善良的好人 就是他肯定剛才走掉以後就沒有在 就沒有在辦法 他善良的好人你就不會交掉閃線 家文又來到下路啊 家文的位置 欸可是他被雷歐娜先控 然後家文敲了兩下 潮了一下 潮了一下以後 葛雷夫吃到極大量的傷害 在被家文EQ的時候交出相當不錯的閃線 但是剩閃Q 這樣他可以擊殺了 哇這邊家文的Gank帶起風向速度很快 對曼國軍隊來說 因為是不是要重蹈復測剛剛上一場的情況呢 成像吹起13級風了 唉唷唯阿 這一個EQ在路上被 飛愛用臉打到拳頭停下來 不然用拳頭打到臉停下來 兩邊的護狀你可以看到 飛愛剛剛有彈起來那個動作還蠻可愛的 兩個人都彈起來超級好笑 我看到滾起雪球 就剩再次滾起雪球 這麥國軍隊希望不要太大的壓力喔 就是剩 以後就看到剩 以後每一場都變剩這樣 其實根本不是剩的問題 對 你出手這邊還是把 線控的很上面 到現在才選擇擦眼 其實有點危險 加文這時候假如從右邊 再次捲頭出來 他來啦 欸欸 欸 啊 劉娜小姐你還好嗎 嗯 垂到了一下 垂到了兩下 垂到三下發動 而且帶紅BUFF 欸 可是葛雷夫不理他了 葛雷夫說我追不到 紅BUFF這邊的緩速效果 已經沒有比以前來的好很多了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緩速到以後 畢竟你還是有那個出拳動作 所以沒有辦法無間斷的跟著喔 所以飛愛其實在發動1的時候 他的攻擊距離會變長 所以你會 飛愛其實在用紅BUFF追擊人的時候 會有一種錯覺 就是你好像還打到下一下 但其實你1打完以後你會 跟不到下一下 石頭人 看起來Hold的還不算差 雖然扣了點血 但是 已經比我想像好很多了 畢竟Easy這隻角色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小水槍 對 伊澤瑞爾跟稻草人 其實沒有辦法消掉石頭人太多血量 因為兩個人都是 滴 蠻低的傷害 能夠消掉盾就是很了不起的喔 因為他終於消掉盾 對 然後石頭人還是有七成的血量 他回去逼 回去 然後帶我手回來 就又有一層了 飛愛走上了 走向了上路 但是被眼睛給看到了 這時候佳文在蹲一個Counter Gank 不是 被看到了 唉呦喔 這根眼睛來的真是驚險 佳文想了一下才發 才理解 欸 這什麼回事 但是他現在丟旗幫推的話 其實還滿有機會 但是畢竟三個人在塔下 能夠造成的傷害都不是太多喔 你可以看到佳文的裝備 其實沒有出很多傷害的裝備 而且他到現在才五等的情況下 也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迪馬西亞直接做一個壓制 但石頭人已經到了六等 要帶付這個石頭人有點困難 古拉格斯多挨了一下塔 但是目前為止 中路都是Kryonyx壓著 Intresso在打 對 有效的把傷害輸出在飛愛身上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喔 工具有孔到這一波 總算是把石頭人的血壓低了 然後球女好像要死了 球女的血量 球女看起來就是閒死還生 應該是被灌了一整套的大絕 加點燃 加E加Q吧 然後大致上就是有套到盾沒死 看這個血量感覺是這樣 因為上一波是做一個 互換BUFF的關係 所以在這裡其實有一些 優勢的隊伍在這一方 可以拿到3BUFF的機率就是高很多 只要 稻草人願意跟他一起回家 再回到藍這邊的話 應該是可以輕鬆拿到3BUFF 不過流通那邊回補以後 速度有點太慢了 看起來 欸 飛愛放棄了 所以還是成功拿到3BUFF 這邊撞到 飛愛在一拳打在佳穩的臉上 佳穩仍然我有EQ 倒是不太需要擔心什麼 古拉格斯上來 兩邊應該是要讓藍了 勝依舊Hold得很不錯 這個讓藍能不能成功是一個關鍵 因為其實有看到球女從這邊走掉 在小編的面前往這邊做一個幫助 而且下路也來了 這樣子是4格打2格 佳穩選擇把他中吊勝 給大絕 給古拉格斯 古拉格斯因為剛才去打架的關係 也應該是缺大絕的奧利安奈 那個大絕沒吸到什麼東西 吸到一個勝效果不好 但是勝現在被4個人給留住 這3打4 終究是新加坡先鋒的判斷錯誤 剛剛石頭人有做一個TP的動作 但是他的TPCD還是在 滿滿的往下轉的話 代表是他是被斷掉的喔 你假如是主動解除的話 其實那個CD的時間就會比其其他 欸他是主動解除的嗎 我看他轉得有點快喔 轉得很快應該是自己解除 對應該是主動解除 哇這4個人拿到優勢以後 拿到硬是 對對面的buff做一波進攻 卻沒有選擇要吃龍 還滿虧的喔 這龍沒有吃到其實很可惜 你們都丟4個人吃了 然後也打贏了這個局部戰 其實是有優勢 那沒有把它擴大成一條龍1000塊 很可惜 對雖然九筒剛剛那邊 是有拿到藍的沒有錯 但是他 沒有辦法再做一波進攻 是 你應該直接拿龍 所以最好的選擇 喔他剛才其實有拿到藍喔 那個佳文身上的藍 是他去偷對面的抱歉 對對對 沒成功拿到藍單 經濟優勢 因為剛剛那波進攻 其實花了很多人手很多時間 整波的進攻回去回手以後 本來是對面在進 對面 抓到了一個主動拳 整個經濟優勢還是沒有拉起來 對 哇嗚嗚嗚 又是一個三師 嘿嘿 又失敗 不過結果都是好 啊結果沒有很好 佳文竟然死的 這一波交換對於� 新加坡新鮮來說 哇 完全不賺 對 結果並沒有很好 情況下這一波兵推進來 也沒有讓 也沒有讓球女損失太多 因為這一波兵看起來 只能讓球女損失 大概一波左右 給我看到石頭人這邊過來追擊 飛來出大決之後 石頭倫壓了過來 古拉格斯努力的想往下邊跑 廢了提克過來 跳一個大絕孔飛艾 傷害不太夠喔 被石頭倫打著跑 劉娜上來也控了一下古拉格斯 控了兩下古拉格斯 石頭倫再撞一個大絕 Sek再給一個Q 成功騎殺掉Kryonix 並且把他藍BUFF砍下來 伊德瑞瑞瑞刷出來的大絕 並沒有即時抵達戰場 這一波曼可忍隊終於要吃小龍了嗎 我覺得這裡吃小龍本來不像上一... 不是... 不是那麼安全啊 因為對面的江口是已經復活了 這個有暈到就不錯喔 暈到了 給... 喔喔喔喔 這邊套一個虛弱套的蒜子還不差 但是人家又受到非常激烈的攻擊 而且伊德瑞瑞的位置很差 來不及支援 現在費德提克斯不斷的往下跑 終於讓伊德瑞瑞趕抵戰場 伊德瑞瑞瑞祂現在已經抗二、慢慢的往塔裏撤 這裡面撤退 POP、光盾 勸退對方以後 械瑞瑞上來套盾,EQ同時搓兩個 伊德瑞瑞把攻擊的目標都放在葛雷夫身上 那晚上 她往旁邊一個滑布以後 拖出了伊德瑞瑞 mustache的攻擊的範圍 奧和里安娜衝了上來 古拉克斯死掉復活 還來不及敢抵現場 所以現在是一個4打2塔下 喬威的奧斯爵線應該是轉好了 但是仍然非常畏懼對方向前的攻擊 這時候佳文使用Q1反向的操作 身體不要移動 然後遠程清兵 我這邊其實看得出來曼谷巨人隊在支援上面做的 比上一場來得好很多 不管是在做進攻還是做一些撤退的部分 但是因為還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誤 導致剛剛那個Q其實有花掉劉娜人頭 那邊是一個互換的情況下 這條龍還是沒有人去做一波進攻 反而視野的控制還是在曼谷巨人隊身上喔 這樣就進攻龍啦 飛艾的血量並沒有太少 因為人都沒有過來的關係 勝在上路分推的效果還是太大 選擇放掉這條龍嗎 這Open的其實蠻多的喔 因為這樣是Open一千喔 這波格雷夫想要硬打伊德瑞爾的時候呢 伊德瑞爾是帶了聖的大絕出來 這一波格雷夫再見 Shut down 聖多交了一個閃線 他其實已經吵到了 還用閃線嘲諷再一次喔 這邊我會覺得說放掉這條龍是一個很虧的決定 因為其實對面在這個等級下 吃龍並遭到騷擾血量會拉得很低喔 而且佳文也不是那種特別 吃龍特別強的角色 你今天如果是什麼 納瑟斯這種怪角的話 那我是可以理解 TP喔 然後TP 這之後會不會被拉大絕呢 飛艾其實是有大絕 他現在只是不確定自己一發大絕打不打死而已 有 吃龍人TP過來 吃龍剛剛有TP過來 伊德瑞爾撞飛 飛艾頻頻打死之後呢 現在應該是出大絕的時候了 沒錯 大絕秒殺 雷歐娜再一定 但是佳文還是成功的EQ出來 而且飛艾還是死掉了 這波環道傷害可能會有點不夠 九筒這邊的牽制做得非常好 新加坡先鋒這邊 看起來有板頭一些劣勢 可是 古拉格斯又被雷歐娜刺了一下以後呢 然後又被奧利亞娜吸到 這時候跑不掉了 而且佳文還到前面被可雷歐殺掉 What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錯 其實 還是滿谷巨人隊的資源來得快很多 因為九筒甚至有過來支援 那他過來支援的時候 他的魔力太少 已經見底了 滿谷巨人隊的人都在下路 聖應該覺得這遊戲 很難玩 有點 有點無聊 這值得畏懼的是 馬尾哥SEC已經拿到四個人頭 這個成長非常好 新加坡先鋒會不會降 擋不住馬尾哥 要很注意喔 這一波進攻 重擊拿掉了 經濟還是在新加坡先鋒拿到優勢 但打起來會戰的時候 總是因為勝是在上路的關係 打起來看起來 還要是滿谷巨人隊擁有一些優勢在 我相信 新加坡先鋒可能會注意到這一點 應該會不會 應該會認為自己的經濟還是略勝一籌啦 不要因為這樣 不要因為會戰屢 戰屢損 敗的關係 以為經濟是輸的 然後不敢打起來就尷尬囉 一直為了 還在下路努力 但是對面的葛雷夫比他肥非常非常多 8比6的戰績 曼谷巨人隊其實抓得還蠻緊的 只是一直都沒有對一些戰略目標 做一些進攻 新加坡先鋒也是喔 會怎麼樣來發展呢 下路這兩人ADEZ手藏 葛雷夫打人痛 恩 因為眼睛的關係其實有看到 稻草人在那邊 然後神台沒有大絕 所以稻草人在揣摩說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做一波進攻 神台在上路做一波奔推 但是石頭人因為有頭的關係 其實現在打起 神不會那麼的困難 兩邊應該是 可以就是 不會打出一個結果了 五五波的感覺 應該是不會打出什麼結果 稻草人真的很 稻草人優勢的時候 這個黑暗之風還是非常討厭 這種鬼地點埋伏 曼谷巨人隊也很難走出門 即使代表雷歐娜加上 那葛雷夫也走不太出去 那中路 古拉格斯努力的在清兵 道理安娜往下面偏 應該是要打自己試鬼 雷娜出來勾到了 稻草人 稻草人這樣不太妙啊 要死啦 神給了他一個大絕以後 他往後閃現 現在又往前跑了一個 不前不後的位置 導致神出來的時候 沒有什麼機會上前嘲諷 也沒有 也沒有 哇 也沒有閃現了 這個嘲諷是空掉了 伊澤瑞爾刷出了大絕 就差那麼一下 古拉格斯切了進來 丟下大絕 砸倒 即將要逃走的葛雷夫 造成了一個shut down 然後是塔下的double kill 神沒有死 中塔奧利安娜正在努力推 但是佳穩在防守 整波進攻因為伊澤瑞爾三槍是出的關係 讓整個傷害是 伊澤瑞爾從來沒有斷過他的輸出 反正是葛雷夫有斷過輸出的情況下 伊澤瑞爾輸出的傷害之大 導致曼谷巨人隊在這邊其實是輸掉的 這葛雷夫終於回家 把那個AE給 把無盡之刃給出了出來的情況下 再加上九筒這邊滾起血球 其實這裡還沒有說那麼的好打喔 對 曼谷巨人隊可能還要再抓緊一點 拿到第二座塔 兩邊的塔數差距就是又再拉平回來 現在是回去中心底執行分推 但是他在此時其實 大絕CT才轉三分之一 是他11級 11級的時候那個大絕CT會會越轉越快喔 我們到頭很主動的開啟 主動的埋起真摯 要開始做一個親眼 終於要執行他們的推 速推技術就是要 做一波帶齊風向滾起血球了嗎 因為九筒其實也很吃血球 到中後期的時候 可能傷害會比歐里亞納還要來的低喔 哼 飛下去追加穩 加穩EQ上牆離去 中塔前的對峙 曼谷巨人隊有辦法拔起這座中塔嗎 血還蠻多的喔 所以提克在這種角度也是有各種方向可以進場 五打五的會戰喔 看誰開的比較好 塔爆了 塔爆了的瞬間加穩才EQ上去 然後蓋了三個蓋的是不錯 古拉克把三個人都炸飛了 炸飛了以後呢 結果是 呃 加穩先死 古拉克自己也遭到強烈的打擊倒地不起 現在是 葛雷夫 葛雷夫的血還不錯 你看那回生一吸以後呢 好被普攻在展現 普攻給擊殺 快大Q 不 TripleQ 又剩路上來 再被緩速 哇這邊追 追著上嗎 看起來石頭人還是有點硬的關係 我覺得剛剛那邊 整破進攻 因為新加坡先鋒是走一個先手 所以把整個陣型打亂以後 再加上酒桶整個破陣的能力 把它讓曼谷巨人隊不知道該對哪一邊 該對哪一個區塊 去做一個大量的團控 空擊喔 然後你可以看到 曼谷巨人隊最後那個石頭人 甚至他的大絕 是沒有撞到任何一個人的 導致他的傷害打起來是 有點偏低 後面的carry都沒有損傷 你看到 蕭威其實是滿血離開場上的喔 幾乎滿血離開場上的 所以 我覺得這裡可能要注意 重點要放在蕭威身上 不然他這樣子一直肥起來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情況 剛剛明明就是 馬尾哥比蕭威肥 可是蕭威這樣子回來之後 站起來之後 他三向之後 額玉也快出了 而格雷夫只有一把赤裸裸的AE 恐怕哪一隻比較強 應該是Eazer瑞爾 單挑的時候強比較多 我覺得曼谷巨人隊 可能要抓緊先手的這個優勢 一定要讓自己 處理到先手的狀態 不然就會有很多的問題出現 這邊抓到了 能否做一個先手呢 可是 對 我不太想幫 哇 哇 又被撞肚了 然後雷歐娜選擇出大絕 空三個 這邊一個五打四喔 雷歐娜再被普攻一下 雷歐娜跳下去了 應該是會被刷死吧 這邊Eazer瑞爾的大絕 正在等待一個機會 Eazer瑞爾不刷大絕嗎 他看起來是要把頭六被 哎呦喂呀 這一炸就是 換個人叫大絕 都是一樣 可是格雷夫在上面偷拆 沒有任何人來阻止他 有一個捨破的命 換掉一個塔 如果換掉第二個塔 再等一下塔下 進行一波追擊 哎呦喂呀 這樣子進去 是稍微有一點點 游泳無謀的 受到對方非常強烈的 連環單體控啊 倒在當場 但是佳穩的死也 換來兩個擊殺 算是划算 這兩邊又要單挑了嗎 馬尾哥 把自己的位置 控制得很好 讓Eazer瑞爾沒有辦法 有效的Q到他 導致上位 奧蘇瑞爾先逃掉 Oh my god 欸欸 衝上去以後 勝進場以後 瞬間秒殺 然後再加上 現在走過來 果阿格斯他喝酒的期間 時候人是交閃線來撤退 成功喔 走掉以後 其實整個 優勢是 整個腿勢是 有拉回來一點 經濟差距還是差在兩千塊左右 只要抓到一個先手的機會 不管是兩邊 哪一邊都有可能 會直接把這個優勢拉大喔 新加坡千鋒現在稍微 有一點點人頭領先了 那塔數上 則是蘇人曼 不居然對兩座 我覺得新加坡千鋒在這裡 還是有一些小優勢在 不管是 破證的能力 還是逃脫的 衛移技的能力 都來得 比起曼谷軍隊來得好很多 最後還是衛移技 多的 多寡的關係 你們可以知道 以前的英雄都不常出的原因 就是因為 衛移技都很少 衛移技居多的伊澤瑞爾 以及 古拉格斯 所以 整個新加坡千鋒的位移技都很多 現在要來中攻直徑 塔 其實 曼軍隊一直逼的還不算太差喔 但是 沒有苦無機會 可以再逼下塔 你知道他現在已經 試做了 然後如果 中二塔難逼 可以考慮逼下二塔 都可以 可是兵線要先有人推出去 等一下才可以 譬如說 推中轉下 所以新加坡千鋒把 新加坡一直都 很 會帶線 他整個兵線的掌扣一直都是很好 我覺得 新加坡千鋒可以朝這個方向 做一波進攻喔 新加坡千鋒其實下路那邊 就有空的蠻不錯的 兩邊的兵線都控制在 不會出什麼問題的情況下 其實敲移一個大決 就會讓整個兵線往前推 那個是 伊澤瑞爾的大決好用一點 不過也常常造成說 刷完大決要揮戰 沒大決可以刷的窘境 就看說曼谷巨人隊要怎麼在對面 集結在一起 然後勝不在 那一瞬間 開啟會戰 而且開啟會戰的重點是在於說 你要秒掉一個人 那個人可能要讓 那個人 就會被勝大決道嘛 因為那個人 會被救援 那你就要 破掉他的盾 然後把他擊殺掉 這樣勝就不會 過來 就會造成一個 五打四的會戰 就很容易 這邊是一個 吃到太多poke的傷害 跟引出手 兩個carry 最重要的carry都吃到傷害 會選擇撤退 所以遊戲拖到越後面 曼谷巨人隊的優勢 就會顯得越低喔 雖然說 奧利安娜已經有 髒盃了 可是 帽子還沒好 然後他有 兩件裝才 比較有殺傷力的 AP就是他啦 還是沒有辦法把整個優勢拉起來 小王已經快出了 做一波進攻 跳出來以後 佳文選擇蓋大 Cionix 灌 古拉克斯大決下去 再把人給炸散 火力已經是非常非常強 但是前面的這個撤退兩元 是不太可能追到 我覺得這邊是九筒的大決很關鍵喔 他把那個球女直接正開以後 球女連大決都沒有開到 就是被 就被迫退場喔 可以看到悲哀的大決沒有用 所有的技能都在一瞬間交下去 情況下 SGS的個人單兵操作技巧還是比起 對面來的好很多 拿到一個先手優勢以後成功擊殺 然後選擇吃巴龍 這邊經濟優勢直接拉大 還拿到巴龍的話 可能可以一波推掉兩三座塔 可能直破龍穴加上冰影喔 這個巴龍我認為 曼谷的反應太慢了 沒有反應過來 這邊 石頭人 曼谷驅人隊的吉祥物 石頭人 只要不要死掉就好了 往上跑 有好多小兵喔 哇 伊哲瑞爾緊跟在後 伊哲瑞你都不會想要吃這個小兵嗎 他認命了 他真的認命了 他連技能也不放了 他連技能也不放了 吉祥物 吉祥物 你為什麼要簽署放棄治療同意書 到底為什麼 剛剛那些拖小兵 我還以為超羽會因為農兵的關係 想要去投資一下 我放了他 哎呀 斷線了 看起來兩個人都斷線 是因為吉祥物死掉的關係嗎 該不會又是全體順斷吧 我看他們連回來啦 所以又是全體順斷的問題嘛 自己回來了 OK OK 那麼 既然連回來了 這場就不像 第一 那是第幾場 第三 第三場一樣 會有 第四 欸 第二 第二 第二場 抱歉 第二場要有斷線的疑慮喔 因為其實剛剛沒有影響到太多喔 好 繼續親眼睛來發動主動攻勢 現在 新加坡先鋒試圖維持整個場面上的優勢 只要能夠這樣繼續下去勝利並不遠 畢竟還是有20%左右的優勢 趕快拿到一些戰略目標 然後對對面的野區去做一波視野上的控制 甚至做一波進攻的話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手段 因為新加坡先鋒曾經在幾次的會戰 拿到先手優勢以後 成功拿到了很多的經濟喔 在等待一個機會這邊 慢慢不及了 所以全部人都跑到上路的情況下 中路是放掉的 怎麼會這樣子呢 Open出來 一口氣被灌爆 放掉以後 其實費德提克在旁邊等待等了許久 就等你出招有沒有 我在塔下用近戰點你的塔 我覺得你會忍不住 伊澤勒的裝備也是突破天際喔 這裝備 現在打誰應該是 除了 石頭人以外 都會很有效被他擊殺喔 待會看他Q到人家的時候 那個傷害會是多少呢 再等待他 Q 欸沒有 點塔 點塔也好痛 阿 被躲掉了 刷W加攻速 加隊友攻速以後快拆 嗯 痛 嗯 雖然 跟葛雷夫上來丟個煙霧彈 人還沒有辦法阻止 喬尾的前進 會Q到一發就損掉五分之一的話 代表他會Q到三發 他最後要撤退囉 現在還有巴龍BUFF的加持 再也有一萬經濟 成功領先的新加坡先鋒 要直破龍靴第二座嗎 這個塔其實 血量根本不夠 可以直接用坦的方式 就輕掉喔 剛剛應該趁著 曼谷巨人隊 沒有辦法去做一個防守的時候 就先 拆掉 現在趕快把它拆掉 只要趁著對面還沒有辦法 靠近塔的時候 拆掉 我覺得到達成這邊的 祖賀功效 就做得還不錯喔 他人就往這邊一站 對方其實都不敢靠近喔 看到他沒看到他都一樣不敢靠近 這邊看到 巴龍BUFF還在造草人之間 打絕跳進去以後 追不太到人 但是勸退了對方以後 給隊友破塔的機會 這個大絕問號 看到這邊 沒有把塔拿掉 巴龍BUFF就快結束了 就等待這一個機會 全隊都有閃線的情況下 其實可以很有效的利用閃線 躲掉對面的傳控 就看出反應有多快了 喬尼這邊要小心點塔喔 因為現在大家的目標都是你 快要爆了塔 就剩下一滴了 利用閃線出去 利者瑞爾跳進去 然後被打以後 只要閃出來 他有效的是 拖延了對面的 防守 這個交掉閃線有點 太過急躁 因為不交掉閃線 其實也是走掉的 有的時候就是會這樣 因為不想死 操作上不是很完美 劉娜有機會了嗎 被聖炒掉了 然後EQ再進來 被炒到三個人有點太關鍵了 整個會戰的是 戰得很散 你可以看到新加坡先鋒 其實很會應對這個團控陣喔 戰得很散的情況下 看起來是 只有喬尼被擊殺 他生日獸星的待遇非常的好 生日就要殺他 獸星的待遇非常好 整隊是一個 一換四 只有一個獸星死掉 這應該不是他的生日願望 這應該不是他的生日願望 也不是他要他解買給他的東西 再一個嘲諷 老D 我看 我如果是曼谷軍隊伍以後 會很想被你勝 哇 這球女浪費了很多時間 其實這個時間 喔 DoubleQ 他又擊殺掉了 他擊殺掉了兩個人 啊還是沒死 這球女是這一個小灰戰的MVP 他成功的用他 一擊之力 沒有死掉 然後 保住了兩座塔 因為剛剛很明顯可以把兩座塔都給拆掉 他保住了兩座塔的情況下 他還拿到了一個DoubleQ喔 哇 真的又出魔鍋了 Keylin又出了魔鍋 看起來看他會不會幫伊哲瑞爾解 可是伊哲瑞爾自己還有頭巾啊 應該不會幫伊哲瑞爾解 要幫其他人解比較划算喔 因為伊哲瑞爾應該是 選擇自己解會比較好 因為稻草人 可能戰會不會跟伊哲瑞爾靠那麼近 稻草人還是做一個主動權比較多 可以考慮幫 可以考慮幫聖解掉那個 盛解掉一些控制 然後去做一波進攻 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現在就是 魔鍋巨人隊只能苦苦支撐 因為上路兵衣不見人的關係呢 非愛雖然出去整理了一波 但是 新加坡英雄只要放著那個 然後去給其他路施壓 尤其現在下路外塔還在 這個非常輕易的施壓目標 只要能夠 在這個地方押住對方的話 超級小兵會幫你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直到對方有人去救援 去擋超級小兵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一口氣破掉下路塔 非常輕鬆的拉塔方式 曼谷巨人隊 我發現他們除了Support以外 都不太喜歡擦眼 這是一個蠻不好的習慣 因為剛剛其實 在球女拿到優勢 然後成功的把整個兵線 能夠推出去的那一瞬間的時候 竟然沒有在巴龍眼 這邊下一些功夫 也沒有把自己的視野去控制起來 反正都是讓稻草人最後去做一個控制 那其實 都是讓雷歐奈 都讓雷歐奈去做一個控制 其實很尷尬 因為這邊 不但巴龍 你沒有辦法趁著現在去偷打巴龍 你也沒有辦法趁著現在去插眼的喔 全壓 這個果然是 沒什麼抵擋的可能性 整個視野都沒有控制好 情況下被炒碰到 往前展開這個會戰 古拉格斯大絕炸下去 造成了相當沉重的傷害 那麼伊瑞瑞爾成功擊殺掉了雷歐奈 現在是在人群中亂戰奧利安娜大絕 相當不錯的吸到三個 可是輸出有一點點不太夠 紫頭倫雖然最後終於追上了加文 但是還是被他一滴血逃跑 而且自己還壯志未愁 生鮮死 上路的超級小拼 此時也恰恰抵達了曼谷軍人隊的家中 所以 壓破建築只要往前壓進去 就可以獲得勝利的伊瑞瑞爾 往前想要再追一兩個KDR下來 看起來是沒什麼辦法 剛剛其實看到加文那邊很 很危險 但我覺得他死掉了 我剛剛在等他死掉了 因為他死掉以後 我就可以說是KDR沒有把魔鍋放在他身上補血 我現在在等他說 欸我還沒有死 死了對不對 想說是KDR沒有放魔鍋 魔鍋買的到最後還是沒有放出去 這邊放一下就好了吧 這裡有人被孔囉 為什麼不解一下呢 你不能幫敵人解 喔對也是 沒有辦法幫敵人解他 沒有辦法用在自己身上 用在敵人身上也好啊 對到最後還是沒有把魔鍋給發揮出來 其實我剛才在等那個加羅 加文在那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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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